朱芳宇现任妻子亮相,曾插足其婚姻遭前期微博曝光,今再度引发声讨在广东宏远跟辽宁半决赛当晚,广东宏远以97比111不敌辽宁非报,同时广东一到四的总比分无缘总决赛,让人唏嘘的是,曾经的广东榜潮,现如今连决赛门票都未曾拿到,许多球迷都把这个锅甩给新任总经理朱芳宇, 一时间交据点也全部在他身上,值得一提的是,当晚朱芳宇的第二任妻子,也是带着儿子到场支持,这也是自朱芳宇和他结婚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,一时间也引来网友们的热议,但更多的是指责,要知道,朱芳宇跟前妻胡美,曾是令人羡慕的一对,胡美元是中国艺术体操队运动员,身材高调,四肢纤细, 两人于2008年9月8日结婚,婚后胡美为朱芳宇生育了两个儿子,不过好景不长,在2012年4月,有网友拍到朱芳宇 与一位姑娘在水中嬉戏的照片,两人甚至半赤裸地抱在一起,亲密程度让人不忍实事,这也一度引发了网友们的吐槽,不过胡美还是原谅了他,但朱芳宇依旧死心不改又多次偷吃, 这次胡美忍无可忍,最后在2013年5月,朱芳宇和胡美秘密协议离婚,离婚后胡美也发了声明,我曾经试着去原谅,但是被原谅过的男人,似乎总是记性不好,即使当时在痛哭流涕,过不了几天也会忘得一干二净, 以前觉得,找男朋友不能找帅的,因为花心不安全,现在已经是过来人了,想法就成熟多了,找男朋友不能找丑的,因为不解花心,还丑,在离婚不久,朱芳宇就和该女秘密结婚,基本上没人知道,婚后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上露面,不过这次比赛到现场支持,或许朱芳宇也不具舆论了吧 感谢观看